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问题 联合委员提出来 要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要法律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 联合委员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提案了 作为个人提案 他这样说那是委员之权利 但是同性恋婚姻现在如果合法化 那是不是有必要 合法化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没有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 中国要如此前卫的走到前面去 这是整个社会媒体舆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我的观点比较鲜明 我认为中国文化而言 我们对同性恋其实是比较宽容的 这和西方某些受天主教影响比较深的国家 对于同性恋者施以严酷的对待是不同的 第二中国今天的那些同志们 他们享有比较丰富的生活 他们的权利事实上 正在得到社会的理解同情关注 并且他们的实际境况较之从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否有必要在中国率先实行 大踏步的实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我的看法是没有必要这么前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即便是在美国 也是某些州有这样的法律 即便在欧洲也没有形成主流 同性恋在人群当中 这样的取向是值得宽容的 但是呢 不是要受到特别鼓励的 更不是要给他们以嘉奖的 我 不别交通 未经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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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Gedh asen